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军武器言,我们的节目支持Larry 大家都知道,现在话题一定离不开阿富汗 所以我们今天也会提及阿富汗的形势 《环球时报》也会提及到台湾因着会被美国一脚伸开出卖你 然后两边不是人,最后被中国统一这种说法 我们今天会讲一讲这种说法如何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我们也要先观察一下阿富汗的形势 这些相片我相信大家都流传在网上极多 也看到他们的民航客机,也一一要离开阿富汗 有时他们这些民航客机要离开也挺困难 因为首先一定会是美军或其他撤出人员一定会控制机场 所以他们都会让你起飞,例如说土耳其 他们的航客机最终都会回到伊斯坦布 可能要的时间长一点,可能比原定的时间会迟些 最终都一定会放行,这也不需要太担心 但比较令人担心就是当地的居民 即是赫布尔居民不惜危险爬上机身 然后跟飞机一起上空起飞 当然是极其危险的事 大家不要经常想到他们和Tom Cruise的新手一模一样 可以在Mission Impossible 的电影中 拉着机门进去,不是每个人像Tom Cruise那样的新手 老实,只是拍电影而已 所以看电影会看坏路,千万不要以为这些时刻可以上身 另外大家亦发觉美国这种撤退 现在要派B52轰炸机 甚至将一些之前留下的军车、军机等等 大嘴鸟的那些都要把他们炸烂 不要留给塔利班 当然留给塔利班,他们究竟有多适用 即是美国是否适用呢? 这样说,英文也是国际语言 他又不是德文、日文这些比较难名的语言 所以其实他们通过学习 总是有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都能够建立到他们的空军等 始终都会用到 不过,就算你用到这些武器 你都没办法威胁到美国本土 这也是事实 但当然你都会间接资助他们 去对付附近的国家 这也会有机会 很多人都形容这是西贡时刻 大家观察1975年和现在 这些人民都是争先恐后的 踏上美国最后一班机的情况 可以这样说,如果你说西贡时刻 有相似的地方有不相似的地方 包括说到这两场战争 我们说南越、越战 以及阿富汗这一场 当时打反空的战争 我们说越南那场越战 可能意义上不大 即是你要对付共产主义阵营 但及后,美国也找到一个位置走 就是他发觉跟南越、北越 不如跟更大的共产国家的交易 例如中国 跟中国交易好之后 反而放弃了南越战场 更能够找到一个被威胁 苏共当时更近的战场就是中国 能够更加直插苏联的心臟 所以亦见到中国及后 亦有出兵攻打越共的情况 这叫情越战争 所以某程度上 其实有时不出自己的兵 找人家的兵打人家的牵制更好 可否则越战争失败呢? 如果我们看一个短的战争也是 但看回大旗局 其实美国离开了泥毁 又不需要用自己的兵 就可以用到中国的兵力牵制 当时走得很迷的苏联和越南 真是一其两着 但当然很少人有去到邓小平的智慧 能够利用到敌队的势力 所以大家从中获益 美国也和邓小平当时都是得益的情况 所以说到现在2021年的撤退 可以这么说 其实在战略上来说 我们说到阿富汗当年 美军攻打他 主要原因是因为当年的反空战争 拉登躲藏在特利班支持的地方 即政府之下 所以一定要将他打击 这个你都没得选择 因为反空名义战争中 你反空这个字 哪个收留恐怖分子就要反他 所以在这个位置 塔利班只能这么说 你是要支持他付出代价 塔利班醒目 躲起来 其实当年 法国最后击杀了 大家看到奥巴马政府最后都击杀了 这个拉登 其实反空战争在名义上就叫结束 当然我们看到反空战争就不会正式是结束的 因为恐怖主义就不停在不同的地方都依然会出现 但是大家看到 美国也在反空战争的时候建立了一个很周密的情报网 在他们本土有NSA 大家看到斯洛登这些事件 你就知道NSA在美国的情报网是相当绵密的 有时是太夸张的 反而会影响到国民的生活 但是你以安全程度来计 大家就发觉 当年911的集击事件在美国就不会再出现了 甚至乎也在某程度上保护它附近的盟国 例如英国或者附近的地方 所以反而得不到美国的情报 国家受到恐怖集击机会更加大 所以可以这么说 其实对于阿富汗战争之后的阿富汗这个位置 其实已经算超额完城了 不过美国这么多年来 都保护了阿富汗这么多年的利益 其实真的没什么回报 大家想到 美国现在自己也有叶岩油 你说怎么可能在阿富汗这个窮乡辟益上 拿取到任何的利益 又不会在上面做建设 又不会在上面赚他们的军费 我还要训练你的保安人员 维和部队 所以其实整件事上 我个人觉得真的没什么好说 有个朋友请你吃20年饭 还给家用你做 突然间发觉你真的不行 你真是大个儿子 照顾自己 你养了一个20年的儿子 你最后都要踢他出去 自己中屋住 自己去大 突然跟你说 这真是too soon 我搞不定 其实都比了很多年来准备 所以这个位置当然 我们不说太多 如何去评论 现在总统的做法 始终都不是今天的主题 但看到很多朋友都会用了这个案例 包括环时也是 环球时报就会引述 1975年的西贡的撤退 所以它其实就重演现在在克布尔身上 所以是否就是说 其实台湾或者乌克兰或者其他地方 其实他们需要抗底 因为美国不是每次都真的会帮你 帮帮你就可以 一脚踢开你自生自灭 我们回顾阿富汗 其实就是这么说 他的政府和阿斗 我觉得比阿斗更差 阿斗老实 他投降 都会坐在一个城里 献出玉璽 都会在等你 他们的总统还走 所以老实 他们的总统是比阿斗更不如 但是我们回顾 你看到阿富汗 其实在8月11、12日 其实他占领土地 大家看到 都仍是蓝色的部分 但及后就已经剩下的瘦度 你想想他们的失陷 是多么快速 所以你看到这个环颜 Welcome to Kabul 究竟是跟游客说 跟美军说 还是跟塔利班说 相当自讽刺 还有环市的说法 当然有粉丝 例如你看到台湾的名嘴 真是有些不知所谓 台湾人有时 你想想 香港人的斗争 都还可以来到今天 竟然这群 现在自己在享受自由民主 那种感觉的这些媒体人 还要说自己以前 是差一点点 输了给这一层水面 我只能这么说 你说兵林食日那一日 蔡英文示战或是图 如果那天你都还在 可以骂蔡英文 我就觉得你好 这么说 蔡英文本身是国籍 其实亦都成为 因为他的家人 可能有日本籍 英国籍 美国籍 都不出奇 老实 现在哪个领导人 不是这样 所以这些不是真拗点 真拗点 就是在于 其实台湾是否真的 好像被美国的火坑 不断武装自己 然后招来战争之禍 是否越令自己强大 越容易引起对方的欲望 去吞拼你呢? 这些说法 例如我们说 环球时报的说法 中国吹风的说法 或者赵小康的说法 又不可以说是空月来风 因为美国以往 当然好的不好的事情都会发生 始终是人 例如他们曾经经常煽动其他民族 包括我们说Kurt 即富尔德人 富尔德人 大家知道 他本身是跨越几个国家的一个4000万民族 包括跨越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亚和伊朗 所以人很多 不过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居住 他们的民风是比较强悍的 所以他们打仗上来也挺厉害的 所以当时打ISIS的时候 真的靠了富尔德族人帮忙 而当年对付伊拉克的沙特姆 富尔德人亦出了很大部分的力量 所以美国人长期都是属于富尔德族人的监护人 亦曾经有人这样说 答应他帮他立国 所以这些交易我看不到 但当时他们一脚伸开了他 尤其是美国和土耳其抹出交易之后 于是美国就撤出了敘利亚 富尔德人发觉突然没有了后援 他们就要面对土耳其的猛烈攻势 敘利亚那边他们就不怕 因为敘利亚只是三脚猫 但土耳其就不同了 北约三哥 所以威力非常厉害 所以美国出卖人也不是第一次了 出卖了富尔德族人 所以台湾人要小心 究竟美台现在的关系是否只有表面一阵 其实都是唐衣 卖武器给你 即是有一些 既不久派一些军机军舰附近 巴士海峡附近 在西南飞下 感觉好像我在保护你 是否真的好像《环球时报》那样说 其实美国是不费吹夫之力 能够免费利用到第一岛链的优势 将中国排除在西太平洋的管制之外 我们这样看 其实美国本身 这个国家的建立和军事的优势 有它先天的特点 尤其是它本身 虽然不是一个赌国 但是它也是一个海权的国家 包括大家看到它是北面的加拿大 是兄弟 下面的契仔 所以你看到北南也不会攻击到它 左面大家看到 左面是大西洋 右面是太平洋 所以对它们来说 亦不是一个容易被攻击的国家之一 所以它可以专心发展它们的海上事业 继承了这个大英帝国 你看到二次大战之后 当然它在海权上的战争 无往而不利 但是要它打这些六权的战争 就真的一样 例如你要打到越战 还要打到叢林战 这些地方 凡是打地营这些战争 始终都是当地的部落最熟悉的 你不要说美国 就是阿富汗这些地方 英军打不赢 苏军打不赢 美军其实反过来是打得赢 不过守不下去 所以帝国坟墙也有个道理 所以这个世界是有些地方 不是那么轻易被外来人参与的 但是美国人不懂打仗 又不可以这么说 例如说 大家看到民主党的时候 黑林顿看他斯文西装骨骨骨 其实他也发动了不少战争 其中有试过打南斯拉夫 你看到当年打南斯拉夫 亦有打到科索欧的战争 这些都是胜利的战争 持住他们的能力 属于空丘的力量 所以对他们来说 陆丘和海丘都不及空丘是重要的 所以空中的优势 亦是经常性掩护着美国 他们的大兵不停地向前攻击 所以你会发现陆军的设计 中国和俄罗斯是不同的 火力的支援都是主要来自空军为主 他们会简变很多快 迅速很多 他们陆上的火炮 未必会设计到那么大支 那么强 因为始终都有空中的掩护 所以美国在说陆战来说 人们常怀疑他和这个 中国的陆战能不能打 我只能这么说 装备给你精良 战术给你休成 组织给你严密 所以带上来最后是怎样呢? 还是打个字字的,我也不妄下评议了 不过anyway 我们会看到海战 即是我们说海拳的国家 如果和陆权国家 或者在一个着重在陆地做防守的国家去打 是会有点蝕像的 因为本身哲学不一样 我们会看海拳的国家 经常性以最小的面积去防守 或者得到最大的利益 例如我们说杠杆等等 古代也是的 例如你看到英国他们会聚首点 甚至乎以往的海上强国 例如我们说东罗马帝国 他能够聚首一个点 军事坦定部 就能够聚首过千年 就可以保住他们帝国的事业 所以你会观察到 其实凡是海上强权 他们只需要一个点 即是他们去做一个strong hold 然后在里面部署很完整的防守公事 以及一些兵力 就能够以小性强 这也是经常上海拳国家能够做到的事 包括你看以前雅典如何抵御 即是我们说的斯巴达和他们的联盟 你可以明白到海拳的国家 他和陆拳的国家去打仗 他们都有不同的特点 但是我们会看到 就是陆拳的国家 例如斯巴达这些是变态的 即是他们如果真的在陆上 可以展开到他们的战场 他们的攻势当然都很强 但他们的防御力都不差 所以你看到海拳国家就只能攻 很多时候 要他们在陆地上做防御 就真的很困难 但是要他们一往无前攻击 例如海军陆战队这些问题不大 所以人家都往往会质疑 现在海军陆战队有以往的攻势 转到手势 其实是否真的会适合一些海拳国家 例如海军陆战队本身的传统 整件事是挺反传统的 但anyway我不是要掩饰美军战术上的失败 有些小粉龙都继续这样攻击我们 我只是想告诉你们 在战争的特点上 海拳国家我觉得来美国 是不适合打这些防守式的 尤其是一个大片陆地上的防守式的战术 所以应该都要选择战场 包括我们说到台海 其实某程度上 可能反而更适合美军的战术 首先第一个我们就说台湾本身 其实这个岛链是很重要的 所以台湾本身也不是这么轻易 能够被取代的一个地方 我们说回台湾 台湾始终是第一岛链的中心位置 所以它的位置上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被打破了 我们经常都说的 西太平洋上 例如日本的海军 会陷于被包围亡 而在东南亚那边 也会被逐个击破 很快就会发觉 美国会激陷了整个 西太平洋沿海国家的信任 其实都不只是信任问题 其实美军都必须要撤出 因为你会发觉 整个岛链一崩溃之后 它是无处纳烛的 甚至乎它要考虑在日本 所有的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 撤出 否则有机会被中国包围 撤断它的后援 所以我们经常说 日本会发现 台湾是关乎日本安危 是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否则中国会成为一个合拢之势 在北海道上面 北方四岛那边还有俄罗斯 太平洋舰队 再加上南海东海舰队 这样撤起来 台湾或日本 其实真是急急毫危 所以如果要打一场 海上战争 所以说 当年我们去看 甚至二次大战 D-Day的时候 其实那场仗 大家都知道 英吉利海峡 距离落万帝的位置 就没有 台湾这边那么远 但当时他们也要在英国那边 海峡彼岸集结大军 大家看看路线 大家看到 那个集结 其实和现在的集结 分别都不大 都是要动用到大量的船隻去渡海进攻 所以这个位置其实都挺危险的 你过来就是一个Q zone 当然你可以这样想的 你是打这个 就是这个 南艇战过来之前 他们已经出动到 我们说 东风快递 首先 不停轰炸不同的地方 当然我们要看中国 他攻击规模去到哪 如果他想将他成为世界大战 很简单 你打日本 你打美国 将他们的空军基地 例如我们说 在日本 大量驻日的美军基地 将他打爆 你就一定会激怒日本 你一定会激怒美国 那么他们是必定参战的 这个方释 十几万的日本陆上自卫队 都会冲过来跟你死过的 理论上 你不要折外生之位 就不要教他 但你不教他 你也是有麻烦的 日本能够集中 他们的海空军的力量 就会过来 去移动 所以东风快递 可能都是他们能够 去想一个 先下手为强的一个战术 当然这个会不会变成了 日后我们看一次珍珠港的事件 我们就不敢说 不过 说到去 我们经常说笑地说 中国会说 在这里的第一岛链 至第二岛链 其实是美国的航母禁区 你问我 禁区这个字 我看电影 我们听过有个叫上帝禁区 究竟这个航母禁区怎么来 我们也要观察一下 还有我们说到台湾能战不能战的问题 这个也是另一个教训 就是真的 蔡英文和他们的政府官员都要三思 就是 其实如何保持台湾的战力 台湾现在的现役人员20万之内 以一个中等国家来说 其实不算很少的兵力 因为它本身反而是一个海权的国家 所以海空的战力 比陆上的战力来得更加重要 而台湾现在都流行国舰国造 这些东西 其实在某程度上更好 因为他们能够建造到更加配合他们的武器 真是量身订造 你看到他们现在的陀光级军艦 其实我们观察船是小小但速度快 上面有防空有反栏 大佬 一千吨都不够的栏 可以做所有这样的东西 并快 真的感觉它是一个缩小的LCS版 某程度上的武器物质 好像比LCS更加厉害 所以你遇上这些艦有点隐形 其实中国面对它 事实上也是挺大的优雷 所以你说打到台湾 美国会否放弃呢? 我们相信阿富汗和台湾是两种还法 包括阿富汗是腐败 但是台湾这边也叫做有效能管治到台湾本土 你见到基建程度不同 教育程度亦不同 以及凝聚的向心力 我们观察都会比阿富汗强很多 而且阿富汗也不是一个发展的地方 你见到道路交通 民众的意识 这些东西都不是台湾之流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这么简单 把台湾和阿富汗给了下去 相反我们认为 有时美国佬真的不坏好意 如果经常都调台湾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成为一个可以受到承认的政体 可否引到你中国海军过来出击 如果出击的话 你真的要面对着美国大量的艦队 我们先不要说航空母船 航空母船未必真的要出动过来打 如果我们说到日本的空军基地等等的情况 你见到大量的F-35 包括我们说的岩国基地 另外F-22也可以快速部署 过到西太平洋攻击位置 甚至大家也记得有卡尔文心号的无敌战神 上面有F-35C 我们也有提及过F-35C远程奔杂 如果你给他一些时间 可能不是这两年打过 及后他的空中间有个战术 远程奔杂的战术可能会练得更加純熟 所以这些位置会被中国军舰带来致命打击 当然了 最后我们要呼吁中国海空军内 除了他们有机会面对美国的追击之外 其实他们的火箭军也会面临危险 因为他们的火箭军 往往是他们的海空军之前的backing 最大的实力 所以如果我是美军的统帅 我一定会其中一个攻击路线 就是将他们的火箭军攻击 所以我也相信军委主席和军委副主席都要考虑 如何去布置他们的火箭军的部署 大家看到绿色的地方 就会比美国那边的潜艇 或者我们说他们的水面艦也好 或者空中的攻击可以攻击到的空军陣地 另外再加上他们的火箭军陣地 红色的夸角范围就在印度洋曼加拉湾那边 如果发射TOMAHOCK的飞弹攻击的地方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觉 中国现在瑞尔要在新疆和内蒙古 设置核弹的发射阵 大家看到就真的不无原因 这些位置也是美军最难利用到巡航飞弹攻击的地方 所以大家现在看得更清楚一点 所以我个人认为 即是環市那种报道 即是引台湾入坑 然后将它出卖 这是非常低级的宣传伎俩 也是那句 那一天究竟你要战或是逃 即是看你自己的身份 即是自己的认证 即是自己是哪里的人 自己家园自己救便是必定的 有时那些人只有口 即是疑惑 自己的选战都未能打赢 即是逃避了就从此不碰政治 走去做媒体 然后见机会来的时候 以为自己是飞云 便回来选 究竟你说是战或是逃 究竟在说哪种人 我相信大家现在就会更加清晰 好,这就是这一节我们分析 究竟台湾会否是下一个阿富汗 这个分析 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帮忙看广告 可以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也可以订阅我们的patreon会员频道 另外货金可以在行省银行 Payme和转速快 也要多谢这些朋友 长期支持我们的台 但其他朋友 其实十元八快都可以支持我们 我们这个广东话 军事频道的经营相当艰难 所以我们这样说 我们也是一个兴趣的团体 完全是做不通后理的位置 所以大家也可以帮忙 有时支持一下我们 另外多点留言、like和share 今天我们依然会有个作文题目给大家 题目就是 台湾不是阿富汗因为 大家再说 台湾不是阿富汗 大家可以在这里尽书几件 你可以写下给大家一起参考一下 我们的节目主持Larry 我们在另外的世界防御消息再见 拜拜